但您掌握国金财经讯息 美国联准会一如外界的预期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尽管指出不排除未来仍然会进一步的升息 但美股在周二收盘仍然是大涨 相关的数据也提供给您 道琼收盘是大涨超过221点 科技股更带动了标普500跟纳指 分别进阳1.05%跟1.6% 费半则是收涨超过2% 而在联准会结束前 欧股主要的股市也是收高 涨幅分别在0.28%到0.76%